开箱新买的曲面电脑萤幕 结果用手一摸 萤幕上覆盖一层水汽 摸摸背面也有水水的感觉 整台萤幕像是从冰箱拿出来一样 退冰后水汽凝结在上面 让消费者傻眼 拆箱过程录影记录 打电话给快递和客服 质疑业者拖延 将售扣处理过程 po上网 消费者表示 趁着双十一优惠活动 在知名的网购平台 花了6788块 买了电脑萤幕 11月14号 商品宋达签收 当天就裁缝录影 发现了线材 包装 萤幕本体正反面都有水汽 打给快递询问 是不是用冷藏包裹配送 得到的回复是 车上有低温商品 但萤幕是放在货舱门口 并不知道有水汽进驻 换打给客服询问退换货 客服查询之后 确实发现配送的是低温车 但商品放置常温 要消费者放心 听到这个回应 消费者不满 前后拖了四天 快打了十通电话 却要他放心 怎么能够放得下心 实际联系消费者表示 客服回应要等周一厂商 告之后再回电 而网购平台也有回应 关于这件消费案已经和消费者 达成协议换货出力 TVB全员陈其军 罗一新台中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